你可能见过手枪 也可能见过火箭 但你一定没见过手枪发射的火箭子弹 一般来说 子弹有两部分组成 一是弹头 二是弹壳 当扣动扳机时 撞针会击中子弹的敌火 使其内部的火药迅速爆燃 其爆炸产生的能量会把弹头和弹壳分开 并把弹头发射向目标 而这种特殊的火箭弹 跟普通子弹不一样 它没有分开的弹头和弹壳 而是一个完整的圆柱体 内装有固体推进剂和敌火 弹底有四个倾斜的喷孔 当推进剂点燃后 火药爆炸产生的气体 就会从小孔喷出 使弹体旋转 从而达到飞行稳定的效果 这种火箭弹在发射后会逐渐加速 就像火箭发动机一样 直到推进剂燃尽为止 其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82米每秒 比普通的.45ACP子弹快得多 因为其独特的发射模式 所以它射击时几乎没有后座力和噪音 因为所有的压力都由火箭弹承受 那么这种独特的子弹威力究竟如何呢 请看下一个视频揭晓 上个视频提到 这是一把发射小型火箭子弹的手枪 它名字叫Jeroget火箭手枪 它的设计源于60年代的美国 别小看它样子不大 它的子弹可不便宜 每颗都要200美元 那么这种独特的子弹威力究竟如何呢 请看视频小哥的测试吧 首先小哥扣动了扳机 子弹成功地发射了出去 但是镂空枪管 让子弹喷射的尾燕 喷到了手上和脸上 从慢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子弹尾部发生了二次点火推进 给子弹更强大的推力 子弹轻而易举地穿进了凝胶块 接下来小哥发射了第二发火箭子弹 能看到虽然没有贯穿假人头部 但是比普通子弹的威力可大太多了 假人头骨几乎断成两节 入口和出口处的头骨全部碎裂 但是由于飞行过程中有火箭加速 所以它的弹壳会非常烫手 拿在手里容易被烫伤